在你身为你 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 今年一月份举行了 很隆重的订婚仪式 在我心里 她也是我想要嫁的人 但是订婚后 不知道为什么 就产生了很多矛盾 从订婚以来 我女朋友越来越无理取闹 一些生活中细微的小细节 也会上升到 她对婚后生活的担忧 说得我一无是处 我觉得我男朋友很不成熟 对未来没有规划 问她什么时候结婚 也没有准确的日期 在婚前的我非常焦虑 我们经常吵架 为什么她订婚后 会变成这样了呢 难道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温先生23岁 来自浙江服装店主 苏女士23岁 来自浙江淘宝主播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你们俩这对容错率就会高一些 那都是结了婚了 你们这不是刚刚订婚吗 我听着矛盾也差不多啊 是刚订婚是吧 是的 今年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啊 订了婚之后就变了是吧 对 她是怎么变的呢 她就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我哪里不一样了 就一月份订婚的时候 就所有事情都是我来操办的 她什么事情都没有过问 然后都是我和双方父母来操办的 我怎么就没有操办了呢 我没有去参加 那订婚怎么完成的呢 那你不就是参加了一个订婚仪式吗 就像是去参加别的订婚仪式一样的 那我那时候不是我们事业刚起步吗 对吧 那我工作的事情也很多 对吧 每天这么多事情 那难道我要放弃手头上的工作 然后回去准备订婚的事情吗 我都跟我爸妈说了 这些事情的话 他们也能够处理好 然后我忙我这边的事情 不就可以了吗 可是我也没见你对事业有多上心啊 因为我是做主播的嘛 就播了很久 在那直播 就卖衣服卖货 从晚上五点多 播到十点多 就卖了很多衣服嘛 然后第二天他应该发货的 他在那边就是拖拖掩掩的 然后玩手机 最后导致就是很多客户都退货了 那你累我也不累吗 那你平常负责直播 那我也在幕后工作对吧 然后你直播前 我也要给你准备好对吧 那你播完之后 那些衣服还要我来处理 去把它发货这些 我都要处理的嘛对吧 然后你说发货慢 那有些顾客的话 他是冲动消费嘛对吧 那我肯定要等一个时间 他确定不是冲动消费的话 那我再给他发走嘛对吧 那这样的话也不会 就是有运费上面的损失呀对吧 主持人他完全就有借口 他那时候就在那边玩手机 那你说你对事业很伤心 上次我们跟客户约好了 下午两点 然后我们要去谈生意 你为什么会迟到呢 那我就问你结果是不是合同已经签成了 那我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你为什么非要拿过来抢呢 有不要吗 可是这样子不是给客户一个不好的印象吗 我们本来所有事情都已经准备好了 东西也拿好了 门也锁好了 你到了楼下 你又说我有东西没有带 我要回去看一下 那你这不就导致我们迟到了吗 那我回去看一下东西有没有辣 再检查一下对吧 我也是做事情谨慎一点嘛 耽误几分钟怎么了 那你看看你迟到那么多次 你成功会有多少次 你以为你每次迟到每次都会成功吗 那不下次我们早点准备好 那不就没那么多事情了吗 这个不是说人变了 怎么说着说着说工作了呢 你们订婚是一月份订的婚是吧 对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 结婚他一直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日期 啊 他就觉得订婚就已经完了 就结婚的话就一直都没有给我 我是觉得现在的话 婚已经定了嘛 我想把事业稳定下来之后 咱们再结婚 啊 行 那我明白了 为什么女生对男生在这个订婚之后的事业这块这么上心 因为是稳定之后才能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还有什么变化吗 还有就是他花钱大手大脚的 花钱 对 而且特别喜欢抢着买单 这有一次我们去海底捞 就本来朋友都是说好了我们要AA的 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吃了一千多 说好AA 然后他自己偏要先去抢着买单 那朋友生活上不是对我有帮助吗 对吧 那我请他们吃个饭 怎么啦 又没事对吧 可是这不是一次两次了 是很多次 那朋友请我吃饭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呀对吧 那我每次跟你去的时候都是你请客的 那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吃个饭 那大家谁买单不是买单呀对吧 那干嘛要在意这些细节呢 你就老是因为这些小事情 就管这就管那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在家里面啊 我想轻松玩个电脑 他都不让我玩 打游戏去吧 对 说起打游戏他好意思说了 他上次为了打游戏买装备 花了几万块钱 那游戏的话那不买装备那怎么玩啊 没法玩吧 游戏一点体验乐趣都没有对不对 那后来你不是一直叨叨叨 我把游戏装备都卖了吗 那还赚了钱了 你怎么不说呢 那你花在游戏上的时间和精力 如果你用在世界上 你现在就不得了了 那我这不是为我们婚后着想吗 那我婚后也会赚钱呀 那不影响婚后呀 那你现在就一直这样说 就让我感觉我婚后就很没有安全感 他玩游戏上瘾吗 玩得厉害吗 他玩得很厉害 而且他不是说这个游戏他卖掉了吗 他后来又玩另一个游戏 那个游戏我又没怎么花钱 那那个游戏有一天晚上 他从下午就一直玩到晚上 然后他玩就还算了 他还跟别人语音 打游戏和朋友之间 肯定要开语音配合才会好一点啊 才会赢啊对吧 那我是不是提醒你很多次了 那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那你后来干嘛把我网线给拔了 让我一个人游戏乐趣没有 让我其他朋友也没有游戏体验 那我多没面子呀 那后来你是不是把键盘砸了 就砸给我看没呀 那我还不能愤怒了 砸一下键盘 那后来呢 后来我是不是就好声地说了你几句 你直接就走了 你直接摔毛走了 那我想静静行不行 我静静都不行吗 那当天晚上 你就根本就没有回来找过我 就一直对我冷战 到第二天都没有找我 那你当天晚上在干嘛呢 我当天晚上我就很伤心啊 我就在那儿哭啊 行 听明白了 喜欢打游戏工作不上心 对 花钱大手大脚 这都是在订婚之前没发现的是吧 对 还发现什么了 还有就是我们旅游的事情了 旅游 旅游又怎么了 就他之前前一段时间说 他想去厦门玩 我同意了 然后我订了机票和酒店 他也不满意 那你还好意思说酒店 那那个酒店是这样子的 我提想很多天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酒店早点订 那时候是旅游旺季嘛 然后他偏要在前一天晚上才订 订完之后 那个酒店又烂又贵 那我每天这么多事情 那我哪来这么多时间去订啊 再说了那天 也就那一个酒店有了呀 其他都已经被订了呀 然后后来那个酒店 我不是就说了他几句吗 他就直接就对我生气了 他直接生气之后的话 然后他就又冷战 第二天还是我去找的他 然后我也是就是又说了他几句 他直接就丢下我一个人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直接就走了 那我们出去玩不就为了开心吗 对吧 那你非要出去玩一趟 然后搞得大家都不开心 那后来我不是去找你了吗 打你电话你也故意不接 害得我绕了一大圈 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你 可是你过了很久才来找我的 我们以前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我们不是去爬山吗 然后我就是爬累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想要就让他背我 然后他就是也没有说什么 就直接背我了 但现在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就直接就走了 这个对比啊 这个反差呀 那你以前多懂事啊 那你以前也不唠叨呀 那现在特别唠叨 动不动就吵 小事情非要整得跟大事情一样 啰哩啰嗦的 那我不是为了我们以后吗 就现在我们已经订婚了 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矛盾 然后你又不改正的话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啊行 他还有什么毛病啊 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家里面的话 我都是没有做菜的嘛 然后我想因为订婚了嘛 我想以后我们结婚 我肯定是要做点家务啊 这些的 然后我就给他 就是在手机上研究嘛 我就烧了几盘菜给他 就烧了糖醋排骨呀 还有手撕包菜这些的 然后我烧好后 然后我叫他下来吃饭 然后他慢吞吞地下来 下来之后的话 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开心的感觉 就直接坐在椅子上 然后跟我说 把饭给我盛过来 把筷子给我拿过来 就直接面领我 那我是你家薄木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面领我呢 那你也就一次这样子吧 那又不天天这样子对吧 那享受一下 那乐趣怎么了 那就又不是天天 那你如果现在就这样子 那我以后婚后怎么办 那我也有手有脚对吧 那又不可能说 所有的东西都让你来做 那我也会希望 我也会拖地啊 你干嘛老是要往坏处想的 对吧 我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糟吧 就主持人他每次啊 就每次我跟他好好的讲 听懂 他每次就是这样子 就他就很像是谈恋爱的时候的他 但是我的话 因为我订完婚了嘛 我就感觉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准妻子了 就我也想要步入婚姻的殿堂了嘛 我就也要改变 但是他的话就一直就不要改变 给他时间 给他时间 但是我现在是不想给他时间了 那你想怎么变 我就想要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改变 到底就是听不听我的这种劝啊 是要不要改变还是听不听你的话 咱把这事说清楚 就是我觉得他很多方面 是要听你的话对不对 对 也要听我的话 听不听人家的话 好的我就听咯 我有选择性地听 还是比较理性的 比刚才那个结了婚的男人好 那男人是什么都听 一结了婚就什么都不听了 你难不得还挺诚实的至少啊 他说好的听不好的不听 还有就是因为他没有给我一个准 不听同样的事情 我们是什么都听不懂的 此别是因为只有一 biom区就 就是从谁 长导臺水 就不听地听信用了 我应该怎么发点 今日可以把这些人都问 你说准备是什么都不听的 人都不听不懂的 还是什么都不听的 所以想说 因为我们 我知道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男生你跟我说句实话 你是不是现在 就目前的这种状态下 你再是不想跟他结婚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多数夫妻一样 今年日久 逐渐的越来越多的暴露出来 你们现在剩的是什么 是这家店的纽带 是你们过去的情谊 仅此而异 如果想要打破 现在这样的局面 我的建议是 不要马上结婚 因为她已经不是 那么的相信这份感情了 而你还相信 但是你不停地在里面挑刺出来 挑出来的刺入 扎它扎它扎它 就是这样一些小小的挫磨 小小的矛盾 让你们的感情不新鲜了 所以如果想要真的 走进婚姻的殿堂 需要一些刺激 比如说 现阶段就真正的这一年的时间 你们只谈这个店铺 只进行创业 把情感先剥离出来 或者干脆就分家 不要在一块继续地 做这件事情 矛盾会不会就少了 你们私底下自己去商量 总之我觉得现在 不宜结婚 但是可能你们依然有未来 所以祝你们幸福 谢谢老师 淘宝店你们是夫妻档吗 这是我是做 我说的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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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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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自己有多能干 他其实最后还是要回到家庭这边土地上来 老婆孩子热炕头 但年轻的男人是感受不到的 女人也要上了年纪才会感受到 找个男人结婚 本身得他心甘情愿才行 他现在这会儿他是感受不到 其实你们俩相处了很久 相处得越久 位置就会越母 当一个人在你身边已经呆成了习惯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其结果不是我更重视他 反而是越模糊他的价值 不知道他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但如果你经历几次失去 这个位置空了 你才会知道这个位置 他的意义是什么 你们之间两种角色 既是拍档 将来又想成为夫妻 年纪又这么轻 角色转换怎么可能清晰 我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够分开半年 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你们彼此才能清楚 这个位置到底是拍档的位置 还是夫妻的位置 否则的话你们就这么一直待下去 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急什么呢 才23岁 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空出一段时间 去想一想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别人也可以填补 如果不可以 那我们再把彼此找回来 过期 逼得再多也没有用 匆匆地走入婚姻的殿堂 结果付出的是更大的代价 还是那句话 结婚的必要基础 是一个男人心甘情愿 能为了你放弃所有的自由 如果没有 就别提真 把位置空出来 分开半年 看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可以让别人来填 好吧 谢谢老师 我就见一下女生吧 强扭的花不填 我老觉得 娶妻这件事情 一定是男人主要 但一个男人被动的时候 作为女生 您就别再往前 嘎嘎 具体的做法老师们都说了 我就不再说了 坦诚最重要 男生不想结婚就告诉他 不想结婚 我就要去